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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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大牛 欢迎收看我的YouTube Channel 好久不见大家 是不是很好奇 这阵子跑去了哪里 距离我上一次平靡更新影片 如果你有关注我的IG 你就会知道近期 我有发生了一场恐怖的车祸 我心爱的车 就已经被撞烂掉了 如果你想知道整个故事 是怎样发生这个车祸的话 在下面留言 我就再跟你们分享 因为今天这个影片的目的 主要的目的不是这些 今天这个影片主要是 要来记录一下我即将 搬离这个接近三年的studio 要离开JB 然后去到KL发展 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我要搬去KL 不要留在JB就好 有几个原因 那边的机会比较多 然后那边的market也比较好 然后就是有比较多资源在那边 然后第二个月就是已经有很多的朋友 已经在那边了 除了Data Dilin跟阿醋以外 其实我这个圈子里面的蛮多朋友 基本上都在KL发展 然后他们都已经一直都在慫恿我搬去KL那边了啦 yes 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 然后第三叻就是 因为我其实在这半年 将近一年里面 其实我每个月都会 来回KL至少一两次这样子 所以都一直会跑上跑下 而且都会在那边待差不多 都是几天 所以平均可能有时候 半个月都在KL 然后都是借住朋友的家 不然就住酒店 就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花费 所以现在基本上我就是在studio这里 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这个studio 收拾干净 因为距离要把这个物质还给物主 只剩下10天了 就算我们只可以待这个studio多10天 就没有了 有点舍不得 在这里也经历了很多的一些回忆 MCO的时候也是在这边 中COVID我一个人在那边隔离 然后还有就是上那种网络的课程 也是在这里就是去学新东西 所以都在这边 最重要的就是 新年看出去外面这个阳台 是可以看到无限多 至少我看有100多的烟花同时放上来 所以真的很多很多的回忆 就会很不舍得 可是没有办法 我觉得人是要进步的 现在我就要逃离这个 暗暗稳稳的安全感 去到一个有挑战的地方 有这个危机感才会进步 是不是 所以不要讲那么多了 现在我们要开始收拾 该搬的搬 该丢的丢 Let's go I beg you think that I should calm down I beg you think that I should calm down And that I'm overthinking everything about you And that we're good the way we are 现在是我们收拾了的 不懂第几天了 As you can see 这个studio已经空了空 然后该搬的都搬了 搬了七七八八 七七八八了 在这边拍了很多东西 你的心情应该也不舍得 因为你在这边拍了 也很多东西 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 可以去follow他的小龙叔 你们可以看他之前 在这边拍了多少content 应该比我的还多 对不对 对 所以如果无准有在看这个video的话 谢谢你没有洗我的租金 让我们可以在这里继续的 创造更多的content跟回忆 然后现在我们要把它交给下一个 新的租客了 希望他也会好好的对待他啦 这个就是我们的studio 即将成为回忆 我们来记录一下啦 就是这样子 大家 现在我已经提到我KL的这个新家 刚刚才从JB上来吧 这些东西搬上来 然后谢谢Brandon今天开车 还有一整天的 在我 然后刚刚本来我要拍的 可是我忘记了 在楼下搬东西的时候 可是不用紧 所以影片我应该会介绍你们啦 还有我的邻居 还有Robin一起 然后可能YouTube的观众会很陌生 所以不用紧 到时候我明天还是过几天 收拾好了 再拍给你们看他们是谁 现在我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收拾好我的房间 先给你们看我的房间 这个就是我的房间 这边就有一个床 还有他的床架 然后这里就有一个雨橱 然后这里就是有一个阳台 然后这里就是有一个厕所啦 然后我等下就要把这个床架拆掉 因为太大个了这个床架 是开不到我的这个雨橱 因为这个床架太大个顶着了 所以我等下就要把这个床架拆掉 把这个床搬下来放底上 然后这边可能就会放一个桌子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就是我房间大概的样子 这样子啦 所以我现在就要展开一个收拾了 一个模式 然后把整个房间拆干净了之后 再来好好的给你们看 啊这个是怎样呢这个房间 ok yes 大家 今天已经是过了 应该有三个月左右了 距离上一个画面 我已经坐在这边几个月了其实 带你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 我住的地方长什么样子啦 我觉得我一个人开箱太险了 我要请我的好brother啦 每天来我家的好brother 一起来开箱这间屋子啦 ok 欢迎我们的百万博主 ok 所以我们现在 来开箱一下我们这个 我住的地方啊 有兴趣要买跟我讲哦 嗯 首先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的客厅啊 这里就是 饭厅 然后我每天做东西就在那边 ok 好来到你这边 这边就是我们的 呃沙发 好茶 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 project的 ok 没sponsor 所以这个就是 当我来想content的时候 看左来看左边 看右边 看上面 看下面 就这样子的时候 ok 我在那边听了废话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 纯粹我们晚上的时候 每天打给我们的地方 我也没有啊 这里是我的室友的房间 我们就不开箱啊 我的室友是一个艺人 It's a privacy bro 最近拿Kelvin看黑色的 欸 this is an artist's room so it's not convenient to show to yes yes this too 欸 fun fact right 我英文其实是很差的 所以你们不要看我这样 我放了有英文 那没有英文不是很好 fun fact right 你的华语也很差 他晒谁晒了 干净吗 干净吗 昨天他住了 怎么不长这样 去接电话 去接电话 为什么有人打来一台 我拍我 ok so this is his bed this is liar ok 骗子 我记得那时候是这样子的 ok 我来就是这样子 你不要讲这样多 躲来就是这样子的 很干净的 ok ok 我问你我问你 这好舒服吧 这双 有钱啦 舒服吧 你今天讲舒不舒服 舒服吧 舒服吧 有点那个不滑的感觉 因为是sponsor my guy 用我欸 用我欸哪时候知道 我还知道 我还知道你做了什么都没有 你扎出来吗 我就知道 而且啊 你们看这一箱呢 这个床单呢 那么顺滑 wow this is so comfortable ok 然后你们看啊 这个背是很湿滑那种布 JB的家哦 全部都是用这个牌子的 这个背单的布子啊 有很多种选择 我JB家的就是用酒店的 那种酒店的滑滑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就是有一点丝绸丝绸这样的 所以 很舒服 我已经用了应该是有三年左右啊 就是我JB的家 所以谢谢Guys 如果你们有兴趣要 如果你们有兴趣要买这种 背单啊什么之类的 你们可以去他们的官方 我真的看啦 ok 这真的挺舒服啊 最近他怕一个人 其实这间屋子啊 我搬来差不多有三十个月了 有吗 有 然后 其实我多两个月就搬走 这个屋子其实是这样子的 是我一个朋友 他的契约已经签了 可是他到一半他不要租了 他就不想回约 赔掉他的dapel信 所以他就问我要不要继续租下去 所以我就不用给dapel信 然后就半年吧 我要剩下半年 所以他的契约结束了 我就要搬走 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要跟你们讲一下 这个你们看到了这个地方 其实我住了两个月 我就要搬走 所以哪个偏让他姐姐要 阿姨 阿姨 有什么阿姨漂亮的姐姐 你从今天要开始喜欢漂亮的姐姐 你要这样 我不理解 我不理解 因为他们的contract也像我了 他已经坐在我家楼下吧 然后我们其实是有打算就是 找一个三层楼的一个屋子 就比较大街了 一半做工一半睡觉 对 然后如果你们有介绍的话 在Bukit Jalio area附近 这10km里面都比较 附近 附近 在Bukit Jalio这里附近的 你们如果有谁是那种agent agent agent 或者有朋友朋友可以介绍 有朋友朋友要租他的屋子 比较大街的可以跟我们讲 然后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你本来KL差不多 一年了 一年了 刚刚一年了 一年了 然后你有什么感想 就是比起东马跟这里 沙巴 比起沙巴 沙巴 我觉得KL的pacing会快一点 Flo 会比较快一点 可是我是喜欢 因为我是一个很享受 在压力那里工作的 没有压力就会成功 OK 你讲 他是我第一个KL的朋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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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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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那个 机会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 哦机会 对对对 机会 来这边的工作的机会比较多 就比较多job在这边 希望这几个月 我已经就是正式帮来KL了 对可以找 可以找 可以给我做一点job OK 我要讲这东西是 我已经来KL了 他也是我帮人 所以 比较多YouTube的观众 是一些不样的牌子的老板 没有看过你 I'm glad to work with you 所以 这个影片就是这样子 要跟你们讲一下 我帮上来KL了 然后 然后要找物质 所以如果没有谁 有介绍的话就应爆什么 在下面留言 你们有多号码 OK 就这样子吧 就这样结束了吗 没有表演一下才艺了吗 来来来来 不要 3 2 1 OK See you tomorrow 2 2 2 3 3